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 虾胃菇炒肉的家常做法 这样做的虾胃菇鲜香滑嫩 下场艳丽,开胃又下饭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特别的喜欢吃 我家一个礼拜要吃好几次 下面就请跟随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今天在菜市场花九块钱 买了一盒虾胃菇 看上去是不是跟白月菇有点相似 只是颜色不一样 其实它的口感和白月菇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先将买来的白月菇 用剪刀剪掉它的根部 根部全部剪掉之后 再将它装入一个大一年的碗中 在碗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将它清洗干净 像这种菌粒食品还是比较脏 我们一定要将它多清洗几遍 清洗一遍之后 再将它放入干净的清水里面 再次将它清洗一遍 清洗干净之后 再将它捞出困缸水分 放一旁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块新鲜的瘦肉 将瘦肉先切成小块 再横装切成薄片 记住瘦肉跟牛肉差不多 一定要注意它的纹路 不要切反了 一定要腻着它的纹路去切 不然在吃的时候很容易塞牙 切好之后将它装入小碗中 放一旁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把大蒜 将大蒜切成薄片 切好后装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到三个红辣椒 将红辣椒先切成长条 喜欢吃辣椒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用小米辣 然后再横过来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和大蒜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两颗新鲜的蒜苗 将蒜苗切成小段 没有蒜苗也可以用芹菜或者是韭菜 甚至可以不放 蒜苗切好后 转另一个小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起锅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开后下入鲜玉菇 再轻轻的推动 让白玉菇受热均匀 记住不管什么均匀食品 最好是焯一下水 这样能够有效的去除它的毒素 水开后大概焯水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后再用漏勺 将鲜玉菇给捞出 洗干净 再次起锅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轻轻的晃动一下锅 让油全部融到锅中 再把瘦肉给加进来 开中小火快速的翻炒 将瘦肉炒至变色 将瘦肉炒至变色之后 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老抽 再快速的翻炒 将瘦肉炒至上色 然后加入一小勺生抽 继续快速的翻炒 翻炒均匀之后 再把刚才切好的红辣椒 和大蒜给加进来 将辣椒大蒜炒香 炒香之后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再加入一点白糖提鲜 再加入一点点蚝油 再快速的翻炒 将调料翻炒均匀 将调料翻炒均匀之后 再下入鲜味菇 再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让鲜月菇也能够全部入味 大概翻炒一分钟左右 下面我们把刚才切好的蒜苗 给加进来 再快速的翻炒 让蒜苗炒至半生 大概翻炒十几秒钟左右 喜欢带点汤汁的 可以够一点薄切 好了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好吃的鲜味菇炒肉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鲜香滑嫩 开胃又下饭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特别的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了 如果我的视频 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麻烦深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免费的小行星 鼓励一下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 留言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